第二件事情呢 我们的柴油炉要去做一个检查 上次我们有一个视频分享给大家 我们用柴油炉的体验 体验不是特别好 也许呢 有车有提醒我们 也许你这个柴油炉本身有问题 个别问题 那么我们确实觉得这个柴油炉 效率不是很高 所以呢 去检查一下吧 到这个厂就在我们附近 去检查一下这个柴油炉 没有问题 调试一下 就会地科技有限公司 我们到这个地方了 叫上海会地科技有限公司 这是一个科技公司吧 然后我们是今天过来是调试一下 我们的柴油炉 把车就停在它对面 未必可见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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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到哪里去 现在这个是什么问题 是效率比较低 有的时候烧开一壶水好像还挺慢的 然后这个噪音很响 这是没办法 这没办法 它都是经过一个风压 一个风压压缩风气 我们用的很少 一年大概只用下来用了两三次 这个三分钟的时间是为了把油抽过来 不是 我们三分钟纯粹是为了在上高原的时候 比如说咱们上到海拔五千多米的时候 那个温度可能有个零下十几度 然后一个温度 对油它会结辣嘛 油结辣 然后油会流动性比较慢 是为了这个目的设置在这个三分钟 一般烧这么多水的话 我们是烧一升多水吧 大概是在三分钟左右 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你要是没洗澡的话 可能可能要个五分多 现在我们这个表面温度的话 大概有个六百公斤 接近七百公斤 没洗澡的话 它你再怎么烧也一定会敲到个五百公斤 这个脚 你看现在烧一样 这个就算正常了吧 正常的 这个脚这个有矮一点的脚 你这个脚高一点 对对对对 这样矮一点之后 那你离锅的距离就更近一点 好我们检查了一下 然后烧水 看了一下烧水的效率还是正常的 还算是正常 噪音也是没办法 然后做一些小的调整 把这个架子 现在这个架子呢 再降低一点 换一个架子能低一点 离火再近一点 这样会效率高一些